不可更新和可更新的能源 通过这个视频,你将会学到 一,不可更新和可更新的能源 二,明智地使用能源的重要性 三,明智地使用能源的方法 不可更新的能源 不可更新的能源在短期内无法再生 这些能源的储藏量有限,会被耗尽 不可更新的能源有煤 石油和天然气 和燃料 煤,煤埋藏在地下 燃烧后可用来发电 石油和天然气 石油和天然气经常埋藏在一起 一个是液体 一个是气体 可用来发电 核燃料 核燃料是核电站用来发电的燃料 可更新的能源 可更新的能源 使用后可自动再生 不会被耗尽 可更新的能源有水 生物质 太阳 可更新的能源 可更新的能源使用后可自动再生 不会被耗尽 可更新的能源有风 海浪 地热 水 水力发电把水的势能转换成动能 推动水轮机提供电能 生物质 燃烧生物质可把化学能转换成热能 以推动发电机提供电能 太阳 太阳能电池把太阳的光能转换成电能 风 风的动能转动风车的扇叶并推动发电机 提供电能 海浪 海浪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成电能 地热 地热是存在于地球内部的热能 可用来推动发电机提供电能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重要性 1. 延长不可更新的能源的使用期限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重要性 2. 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重要性 3. 减少电费开销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重要性 4. 减少环境污染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方法 1. 关掉不使用的电源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方法 2. 搭乘公共交通或平车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方法 3. 多用楼梯 1. 少用电梯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方法 4. 使用节能电器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方法 5. 利用阳光来照亮室内 明智地使用能源的方法 6. 轮天不开启冷气 7. 单皮游 7. 轮天不开启冷气 8. 轮天不开启冷气 8. 轮天不开启冷气